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您别起来 师父 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可说是一言难尽 我找了一六圈 我就看上这儿了 山清水秀 痴烧不丑 可说是伏地洞天 来 把我扶起来 咱们回家喝茶去 师父 这么沉还是我来吧 别别别 这也是一路功夫 不能使着力 得是巧劲 明白吗 这是谁给你的小鸟 这是叔叔给我的 师父 就是我的小兄弟了 可不是吗 都长这么大了 真快 走 回家说去 走 走 秀纯兄 一圈修 一圈修 你这是家里也没柴了 哪里 早起听嫂夫人讲 您那里缺了柴草 我就烦请我的弟子们给您弄了些 哎呀 罪过罪过 神神学子 岂可打草石柴 犹如斯文 犹如斯文啊 圣人曾遭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之计 我也是为圣人争口气的意思 如此说来 血勤溃领了 给曹先生送家去 来 曹先生 请 来 来 快点 曹先生啊 李二老爷 曹先生 好兴致啊 今儿个是天气极好的 我就带着孩子们上山 去领略一番山林之乐 曹先生 若是乔苏不济 只需言一声 老朽子当故上门去啊 岂赶老李二老爷大驾 告辞 告辞 慢走 慢走 今天这个大工程 就算完结了 村人们图个吉利 过去老朽有眼无珠 不知道曹先生 竟是写文章的大手笔 今天倒要劳动曹先生呢 李二老爷 你打我这已经要了三回钱了 怎么还有我的事 不是 不是 只因为老朽为地方尽了一点这个绵薄之力 地方身世要为老朽立上一块碑 也是吉利后代的意思 正愁找不到文章高手呢 您给提个字怎么样 曹先生 这个好说 可有纸笔吗 笔墨次好 是 好 可一驴而带 曹先生请 赵前孙礼 这就完了 完了 这就完了 完了 这有什么假吗 这个 自然有假的 孩子们 给李二老爷 说说赵前孙礼 一 二 李二老爷 孙子墨 赶我二百钱 还给我养赵蛋 你吗 你们这种孩子 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 演人 都是演人 演人 这些孩子 是